这两天有媒体报道了,一则比较有内微的消息。 那就是路透社于三日报出郭台铭与台积电以和上海复兴医药集团初步签订协议,将分别购买500万Gbnt新冠疫苗。 不过,由于全球疫苗供应紧张,目前签署的协议还需要进一步磋商,还有法律相关问题需要厘清后才能确定最终版本。 在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早前台湾民间人士从大陆采购疫苗,台当局是不允许的。 其实从大陆采购疫苗,这并不是首次尝试,早就有台湾民间人士打算自行从大陆采购,然后捐给台湾市打,只不过台当局百般阻挠,声称在疫苗问题上又统筹规划。 比如在5月,民间人士郭台铭,宗教团体佛光山,国民党人士张亚中,等人都打算以民间形式从大陆采购疫苗捐给台湾,海当局却设置八道关卡进行阻拦。 二是上海复兴是德国BNT疫苗,在大中华区的独家代理商早前百般阻挠的东西。 如今却默许了,并且还是从大中华区采购,由此可见,台当局较之早前态度已有所放软。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应该是台当局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 假如蔡英文有充足的疫苗,但凡它有其他来源路子,相信都不会允许上述举动,会进行各种阻拦。 实际上,台湾当前的疫苗情况也确实不好,导媒网友甚至使用了可怜,像狗一样来描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现象。 一,老内缺少疫苗,美国根本不管台湾死活。 美国早前承诺在6月底项全,世界捐赠8000万剂疫苗,结果到如今才向10个国家援助了2400万剂。 台湾地区根本不在其列。 二,日本倒是给了台湾一些疫苗,但却是全世界都不想要的阿斯利康疫苗。 并且日本捐助的GPAZ疫苗还未得到世卫组织的紧急使用认证。 三,即使是这种疫苗残疾,大家都拼抢。 为了打一点残疾,为了争抢每个接种点,仅仅只有7个名额的残疾接种。 很多人第一天晚上就来排队,一开下便上演百米冲刺。 有一位女士,早上6点就来排队,结果在百米冲刺时摔倒了,只抢到第8名。 眼神里全是无奈。 网上残疾预约成功19935人,最终只接种21云,可见有多强。 还有老人,平时买菜都怕感染,不敢扎堆,结果在新北市一接种点,上百名老人挤在一起在高温下排队。 被蚊子叮咬不说,而且由于人挤在一起,去下口罩喝口水都不敢。 截至7月2日,台湾一剂疫苗接种率只有9%左右,大概227万人接种。 主要还是靠日本提供的224万剂AZ疫苗撑起来的,然后还有从世卫获得的数十万剂疫苗,要不然,台湾疫苗情况就会更糟。 明明可以拥有充足的大陆疫苗可用,台湾民众本可以被保护得很好,但在菜当局的操纵与对抗下,应是把台湾搞成了疫苗乞丐,导致了台湾民众痛苦,并导致数百人因此丧生。 从上述诸多现象,可以看出一些东西,一,玩对抗难有出路,自疫情爆发后,蔡英文,操纵疫情玩对抗,但通过这诸多事实可以看出,以异谋独没有出路。 如果想在两岸问题上玩对抗,更是死路一条。 要知道,在台湾防疫问题上,出于对台湾人民的关怀,大陆可是一直表达着愿意帮助台湾的意愿。 在大陆未出手,未主动施加压力的情况,台湾尚且如此,如果真要玩对抗,如果大陆各种对台出手的话,台湾又能扛几波。 第二,可以看出蔡当局只擅长搞政治斗争,对干政是没什么本事。 对获得疫苗这种事情,蔡英文一开始是各种充满自信的,至少平时那么亲美亲日。 就算看在台湾是遏制大陆的前言棋子的份上,每日也不会袖手旁观。 然而,后来的一切证明了这些想法是错误的。 美国至今可能都没给台湾一剂疫苗,日本倒是给了二百多万剂。 但那是示威未认证,日本自己都不想要东西,基本是废无利用,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捐给台湾的。 还有少部分是从示威获得的。 即使日本加上示威的,对2300万台湾人来讲也是杯水车薪。 也就是说,台湾地区除了乞讨的一点疫苗外,蔡英文几乎没从其他任何地方搞到疫苗。 不要说无偿捐赠,哪怕是连买都买不到,因为全球疫苗产能度很紧张,大家都在抢。 这就可以充分看出,像蔡英文,全是中之流,搞政治操弄确实是行家里手,但却没什么真本事来干正事。 荒唐的是,美国楼倒了,蔡英文要慰问一番,日本有泥石流了,蔡英文要慰问一下,美国楼倒,日本水烟你要慰问这都能理解,蓝拜登死条狗。 蔡英文都要半夜起来上演笑你哭狗,却对自家人的死亡无动于衷,这就无法理解了。 这其实也是台湾民众比较悲哀的地方,明明有祖国大陆,明明大陆有充足的疫苗可用。 明明能够被大陆疫苗保护得很好,但却在台当局的操弄下,因生生地把台湾搞成了疫苗乞丐,很多人因为没有疫苗保护而染病。 还有很多人因此丧生,还有很多人为了争打一点点AZ疫苗残疾,上演着很多心酸。 通过这些在明白不过的现实,希望台湾民众能够多一些人看清两岸真正的未来,两岸真正的出入在哪里。 由于民进党坚持台独政策,涉及台湾生死存,王的安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必须统一,也必将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美国也看清楚了这一现象,最近不断释放出继续坚持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的信息。 越来越多的台湾人看清楚了,如果两岸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绝对不会干冒与中国开战的风险为台湾而战。 有着蔡英文文胆之称郭正亮甚至说美国重申坚持战略模糊,其实可以看作是美国渐进式放弃台湾的开端。 两岸关系就是悬挂在台湾省头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都可能让台湾因为台独而爆发战端。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目前对台湾的政策可以归纳为乙武防毒、乙武促统和平统一。 整体来说,由于两岸实力对比,越来越朝着对中国大陆有利的方向发展。 中国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没有紧迫感。 特别是过去一年多,中国大陆全力备战,以解放台湾的战争随时打响的要求。 加大了对台湾实战性质的威慑,目前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蔡英文由于感受到了战争的强大威胁,在台独问题上有所收敛。 美国也因为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重提战略模糊政策。 美国肯定会反复打台湾牌,以此骚扰,恶心中国。 但美国一定不敢公然突破一个中国的原则,触发中国武统的条件。 美国甚至因为担心被拖入跟中国的战争,在民进党极端台独势力做得很过分的时候,有可能反过来约束台湾。 对于台湾省来说,跟大陆谈判争取最好统一条件的时代已经过去。 从此之后,不可能再有什么联邦模式、邦联模式。 无论何时,台湾省被统一后,国各只能是义勇军进行取,国旗只能是五星红旗。 这应该是14亿中国民众的共同心声。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台湾原本有可能根据一国两制原则,去争取一国两制下的台湾方案。 但在民进党将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彻底污名化后,未来统一时的台湾方案,应该不会比香港1997年回归是宽松。 香港问题在2019年大爆发,也给未来统一台湾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对于台湾内部的各种势力都不应该过于迁就。 中国任何时候都应该把政策重点放在让14亿中国民众满意上,而不是单方面对台湾,2350万人让利是好。 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越性不断体现,未来国家统一后,直接在台湾省实施一国一制,也不应该完全被排除。 既然台湾现有的民主神话已经破产了,既然台湾省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不断退化,不如一步到位在统一后的台湾,同样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再造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